戴著眼鏡 長相斯文的南大生 拿著一瓶酒來到大賣場退貨 但是店員一看就發現 這酒似乎怪怪的 南大生為了證明 還把手指頭伸進瓶子裡試試味道 但員工一看就知道 這不是原本的蘭姆酒 而是其他酒類堅持不給退貨 南大生退貨不成只好離開 但沒想到他不放棄 竟然把酒倒掉帶空瓶進賣場 找到架上原本購買的這一款蘭姆酒 開了一瓶 倒了一半進空瓶子裡又來退貨 心裡想這一次賣場總沒有理由 不退錢給他了 沒想到他的一舉一動 早就被員工監控 報警抓人 經濟收入不太穩定 但是又覺得這個蘭姆酒很好喝 因為一時貪心 所以就將這個 利用這個一想天開的方法 警方發現這名南大生 竟然還是法律系大肆的學生 執法犯法先是把酒喝光 用別的酒想匡片退貨 被拒學之後又到賣場偷到酒 最後被一切到嘴送辦 就連父母親都對他失望 要遠景依法處理 記者林金文 林佳慶 台中 彩虹報導